2024永渡澎湖湾清晨六点名枪 1700多位选手分三组下水 其中五公里组男女冠军由蔡耀宇、郭佳琪拿下 其中郭佳琪更是二连霸 首次举办的SUP组则由宋志刚获得第一名 今年的永渡澎湖湖分五公里组和休闲组、体验组 五公里组和SUP组从西宇湘的大果夜下水 横渡整个澎湖内湾到终点位在马公市的观音亭园区 其他两组则由观音亭园区下水进行绕标后折返 五四三二一 黄色亮丽的身影 首马2024永渡澎湖湖 2000公尺 小杰组的选手 大家加油加油 加油 上海这一群美丽的游者将会穿越我们宏库碎美国 我们宏库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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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清澈 看到壮观水的珊瑚礁 这真的是世界一级的景观 不管是世界最美丽海湾 这非常欢迎全国国家 我们这几片好手 还有台湾的国家 还有台湾的国家 来插摩 这是第十十十年 永渡澎湖满 第22年起办 跟我们的发火权 同样 都二十十十年了 都二十十年了 都二十十年了 都当用的事情 五公里组的男女冠军 最后由蔡耀宇 郭佳琪拿下 女子组的郭佳琪 更是二连霸 两个人的成绩 都在一个半钟头左右 SUP组则由宋志刚 获得第一名 花的时间还不到一个钟头 对于海矿 蔡耀宇认为海浪状况很好 尤其这天气下水很舒服 对成绩也算满意 二连霸的郭佳琪说 差不多游到三公里的时候 会有一段海浪比较强一点 但整体海矿很好 他明年还会再来挑战三连霸 今天游起来 昨天在赛前看浪况 感觉蛮大的 然后有点担心 但今天游起来 整体状况是很棒的 成绩还算满意 92分 因为我有参加第一次的永渡 然后这次的永渡 我觉得比上次的海矿还要好 但是我到3K过后 其实还是有点浪跟流 比较强 对那整体起来 那个水温跟天气都非常舒服 那可能8点过后 那个风跟海流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我们在8点前完成 所以就没有遇到 那个比较强的流的时候 所以就很开心地顺利完善 是不是 明年有没有挑战三年半 有 要来 今年永渡澎湖湾是第22年举办 主办单位为了让活动推成初心 不但多了SUP组 还新增了美食摊位 希望选手除了可以努力争取家机 也不能错过澎湖美食 让活动不论是竞技或休闲 都能吸引游泳好手的青睐 记者 陈荣预报道